法定人數不足 十年前去美國當時的兩份文件 他後來 樂業歸根都回來了 這就是我的白宮 和唐叔 他們去了美國之後 就再都沒有回來了 就連他們的後人 都沒有回來過 好 那邊涼不涼? 都可以 記得要多穿衣服 以前小時候 不穿衣服不行 以後沒有扭動 那現在 放樂這麼緊張嗎? 可以 康姆是移居澳大利亞的華裔青年 我們的鏡頭 將跟蹤他的這一次回國旅程 記錄一個海外游子的切身感受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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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天 自小在海外長大的男孩 知道自己祖輩的根在哪裡 我擔心阿湯 會變成一個黃皮白身的香蝦仔 所以就希望通過傳統文化的分圖 令到他增加 對祖國的認同感 他希望提示 いきます 我找一下 這個 謝謝你 謝謝你 你要 我 準備 我 看到 他 她 把 在家鄉,除了有這間百年青磚祖屋,祠堂,祖先周敦雲的故事,還有紅器官流下來的紅卷,很多青少年都喜歡武術,阿湯也不例外。 這是他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最佳節入點,因此我都會借他每次回來探親的機會,教他紅卷。 我覺得學習傳統武術都不錯,因為我以前學習比賽之類的紅卷,現在就想學習以前的傳統武術,我都想同學。 came,天啊。 要看我 回到老家 看到建筑物 文化和我在大理大長大的文化很不同 建筑物裏面的裝飾物也不相同 我有一種真是 是一種機好的一種感受 我願意學老虹犬 可以繼承以前的文化 一大清早 他們便要求父親帶他到空地 進行武術訓練 我以前經常聽你講蠻桃好的故事 我今天想了解一下蠻桃好虹犬的風格特點 和技術特徵 他就是青海玉舌 一個喇嘛僧人 叫做阿達陀 阿達陀本身是功夫人 他有一次看到一隻黑猿 一隻白鴨 在雙頭 黑猿 他以為黑猿贏南下 黑猿手搶 闊得大 去看 結果呢 他被白鴨 對著一隻眼 對著一隻眼 一隻黑猿 是福建,再是福建融入了我们, 即是它流传下来的洪犬里面, 那晚年在香西引基的时候, 就教了它难投降, 那敲拳部怎样呢? 敲拳部就是相公部, 又叫福建叫相公部, 后边的脚, 是直的,从这个头壳顶背, 到这个大腿是直的, 大家看直不直, 你帮我看看, 直不直, 这个是相公部, 这个叫爆学手, 好像壳的翼那样, 它有什么特点呢? 迫马快, 对吧? 就迫马, 这个,它不用, 你知道吗? 一下, 迫马快, 对吧? 这个就是它一个, 比较显著的特点。 来, 快点自己吧, 了解了吧? 对难投红犬有默的, 了解吗? 谢谢。 好, 好, 好。 我再拿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 拿一遍收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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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 拿 老爸,我覺得羅馬是不錯 但直接摸開不行嗎 羅馬呢 是改變重心的 一種方法 另一種方法是 就是那邊為止 那個麗芝光 搭著橋的時候 你逼我 我一拿 拿著 輕一點拿著 你就走出方位 羅馬是洪泉的基本技巧之一 書籍上可以找到相關的典故 據中山市小懒鎮至記載 西官年老臥病時 一日呼 東發治病榻 主旗在榻摆下坐馬架式 西官 以手夹於其頭上 使其起立 東發此時盡其功力 都不能直立起來 自己不明所以 後西官主旗把坐馬架式足位移動一些 便可把壓在頭上的千斤重力的手挺起直立 至 Best 老爸 ロ whereby 那邊廿手施力的方向 那妳看廿ים 那美國會比較快嗎 又meter 迅說 我 breve 馬克 internally 了 我們南瑞 開來對手施力的說法 但現在美國的 performed 你心想不思考 所以美國的展規 這因此 Wallace 所謂的 今天他们约了几位小时候一起练舞的师兄弟许久 差不多三年没见过师弟了他们都大了很多虽然和大家见面有机会很少但是我都挺开心的而且呢他们在我们上边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不知道他们的功夫有没有长进呢要让大家去操练一下才行 李许进是套姆的大师兄他从小喜欢武术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师傅只能自己买一些武术书籍对的面直到上大学在网上认识现在的师傅从2006年起跟随他学习红拳 在师傅指导之下练过这个铁线拳就明白到红拳一个十二桥手之间的力量的变化 在师傅的指导之下练过其他铁红拳我就参加2009年四川俄眉国际武术比赛 拿到这个男拳一等奖和商戏是二等奖和在2011年的全国武术比赛都拿到一针一能的成绩 除了平时练功夫我还有参加省市举行的裁判员训练班 社会体育员培训练和田委考评员培训练 都通过了所有的考核获得了相关的资格证 并且就协助师傅以务教这个红拳 康姆在我们的镜头前展示了他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的红家拳法和器械 从这位当代的优秀大学生身上我们看到了文武双全的风采 未经许的风采 最后一位当代的优秀大学生 刚才发细努力 契? 如果有数捕风机 能够持之以恒的少年人 是令南洪泉的未来和希望 最主要是刚生初中的时候 老爸又怕我们放假 没有事做疗事斗非 接着送了他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师傅学习功夫 打磨一下时间 顺便强身健体 在红卫训练基地 我们除了练功夫 强身健体之外 都会参加省市全国的比赛 都拿到奖牌和奖状 最主要我们学得更多做人的道理 很久没有和那些师兄弟一起练功了 感觉这样大家一起练 比自己一个人练快乐很多 而且这样可以看到和学到人家的好处 和被人指尖的时候 可以知道自己的点处 看来比起以前 大家的功夫真是大有奖进 我都要努力很多点才行 今天一大早就下起了大雨 奖牧想到这次回国时间不多 就要求父亲继续叫他练习 我想让我们再加上车 在这次推草 也不能帮他 这次是棍杖 上车后 搭拾后 我说我三冠 嗯 三冠 练文棍树 汤姆的父亲带他参加广东省首届武术科学论文报告会 我觉得武术的论文 又靠全国的练武的人来共同研究任何他 还是把这个武术的精神研究出来 父亲带汤姆参加这次大会 为的是让他了解中国武术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这天康姆还参加了岭南洪泉洪运训练基地的集体活动 岭南洪泉洪运训练基地成立于2006年 是在全民健身运动中推广普及洪泉的义务教学地 面向全社会 但是许多人认为洪泉不适合中老年人练习 这里的学员组成主要是儿童青少年 和年纪稍大一点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我们这个基地 就有一些学员 他当时是大学生来的 也都有一些研究生来的 不作业之后 去了外地工作 当然也都有一些从很小时候 开始参加训练的 现在也都是读大学了 所以一脱一脱人 也有几个学员 去了加拿大和澳洲 留学 定居 随着这个社会环境的变迁 他们由以前的杀敌求全之道 就过渡到开武馆的谋生之道 到现在全民健身里面 他的养生之道 他的运动模式 也都由最早期的老虹犬 三剪蝶 发展到去 红权佛掌 上红佛拜 再有就是红豆栽美 最有代表性的周家 红豆佛美 在240多年的流傳的過程中,證明它是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 在新的社會環境下,如何幫助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兩方面健康成長,是紅泉能否成前起後寄往開來的關鍵。 家長將自己的兒子擺到我們這裡訓練,首先證明它對我們信任。 要不辜負這種信任,就要強化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不斷地更新知識,不斷地接受新的訓練方法、訓練思想。 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科學地合理地組織不同年齡段的小朋友。 同時,我們還要解除一些以往遺留下來的陳規留習。 只有這樣,才可以得到社會的認同。 得到社會的支持和幫助。 那麼紅泉呢,或者可以在新的使命裡面,我們找到一個立足點,令紅泉更加有這個生命。 為讓湯姆加深對國內拳術的發展,父親帶湯姆來到2013廣東省武術精英大賽賽場,觀摩學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了中國的拳統舞術比賽 我覺得挺好 因為澳洲那邊畢竟藍拳種少 就沒有那麼多種多樣的拳種 在這裡我看到很多 譬如那邊沒有的拳種 或者比較少的拳種 譬如說很多不同的太極拳 蔡里佛 莫加之類的藍拳 又是北派 有很多的速度 氣勢上的表現 比傳統舞術 或者比俄練 有些風格不同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值得學習 他們馬上要回澳洲了 經過這段時間的系統訓練 父親對兒子有什麼評價呢 阿湯這次回來的時間雖然短些 聲在他的基礎比較好 只要他了解的要領 他繼續回澳洲那邊訓練 加上努力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希望他可以將蟲拳 從我這一代手上接下去 哪怕在海外 西人也好 華人也好 亞裔也好 他可以將他一路教下去 不要在他手上 淚失了 經過這段時間的尋根之旅 和學習交流 在國外長大的Town 有了自己的一份感想 我時隔三年 我回來我覺得 家鄉的變化 總體上來說 沒有廣州那麼大 我都覺得挺懷舊的感覺 我回到來之後 對嶺南夢圈的技法 和文化歷史 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我希望回到澳洲之後 可以和母友分享 和可以把這些教給想學 沒有吃的 其他國籍的人 這次回來 除了收學到文龍的生存 總理解了海洋景背後 爸爸和一片負心 公公 婆婆 爸爸 你們多保重 全民健身運動 是一向增強人民體制的國策 也是嶺南洪泉 再創輝煌的難得基因 我們期待更多的年輕一代 加入這個行列 在呈現起後 既往胎來的過程中 不斷補寫新的篇障 不斷補寫新的篇障 我們會用來核心的尖廢 為四十七次 天堂